自打人类建造出来的船只可以在海洋中自由航行时 海洋就成为人类最为注重的资源之一 其不仅是各国之间贸易最主要的交通要道 同时也是为人类提供资源最为丰富的领域 相信大家也知道地球大部分区域都是海洋 总面积高达3.61亿平方千米 占地球表面积的71% 而太平洋又作为全球第一大海洋 拥有17868万平方千米的面积 占地球表面积的三分之一 同时是世界海洋面积的二分之一 也许单纯用数字大家还无法理解太平洋到底有多大 整个亚洲的面积为4400万平方千米 只是太平洋面积的四分之一而已 那么再来比中国的面积 太平洋更是中国960万平方千米的18.61倍 在具体点相当于10888个北京那么大 是不是非常恐怖呢 相信其面积足以超出我们对面积大小的认知 太平洋北起白令海峡南至南极洲 东起南美洲的哥伦比亚 西至亚洲的马来半岛 南北长度达到15900千米 东西长度更是达到21300千米 一个太平洋就足以包含全球最主要的经济体与国家 是目前全球最为重要的海洋之一 那么这就完了吗 当然还没有 太平洋的表面积只是它给人类最直观的感觉 而且真正不可被征服的感觉 还是来源于它可怕的深度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这个海底迷宫到底有多大多深 据统计太平洋的平均深度有3957米 这是什么概念呢 相当于现在移动1319层的普通住宅楼 那么最深的海域更是恐怖到11034米的深度 同比相当于移动3678层的住宅楼 全球第一高楼哈利法塔 作为目前最震撼人性的人工建筑物 楼高达到了800多米 这也使远在几公里外的人们就可以看到它为岸的身影 但是想比较太平洋最大深度海域 需要13个哈利法塔才能从海底到达海面 总而言之 人类是一种非常伟大的生物 但比起自然界的力量 我们仍然显得有些渺小 这也是目前世界各国联手呼吁维护自然环境的重要原因 自然界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土壤 为人类的进步提供了资源 但也会给人类无限的贪欲带来惩罚 面对11034米深 17868万平方千米的太平洋 一个小小的人类算什么呢 所以我们一定要爱护环境 保护地球这个伟大的母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